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报道 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 当地时间9号晚 三架预备机队第1枪骑兵轰炸机 从位于德克萨斯的空军基地起飞 前往美国欧洲司令部责任区内的东部最远区域 在东西伯利亚海上空的国际空域 执行飞行任务之后 飞机前往阿拉斯加的埃尔森基地 此次飞行任务长达14小时